先有请劳工署职业安全主任张曼联先生 与我们分析临时工程及临时结构相关的意外个案 有请张先生 大家好,欢欣 先来自我介绍,我姓张,劳工署的职业安全主任 今天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研讨会 与大家分享一下临时结构工程的资料 行外劳工署的看法和一些对业界或安全从业园的期盼 临时结构工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当一个建筑物所未凝固之前来说 就是靠它来作临时的支撑 临时结构物如果发生任何事故的话 很多时候事故的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造成的财产、人命的伤亡 也会比较严重的 就此我们藉着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下以下这几个内容 有关于临时结构工程来说 在我们劳工署有两个可物 一个就是有关于金属棚架的工作守质 另一个就是工作指引 有关于临时结构工程如何防止倒塌的可物 藉着这个机会我们了解一下 安全工作指引的一些内容 内容方面主要涉及设计、建造、使用 以及拆射时的四个阶段 在设计的阶段来说 在临时的工作指引中 我们很强调的就是 是由一个合资格的工程师 去做一个设计的工作 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在副菜 以及受力的情况 也要考虑在里面使用的结构物 以及要承载再重时的顺序 也会在图纸上表达 将施工的细节、安装程序 拆射的方法也是文件化 将有关的资料 也会交代给各个有需要施工方面的单位 在建造方面来说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合资格的人士 进行一个全面持续的监督 在现场涉及的施工人士和工人来说 是得到专业的培训 专业的培训来说 不是说师傅自己本身很有经验 或者是工艺水平很高 如是 我们要就着施工的环境 就着施工的环境是一个特定的解说 以及专门的培训 令市道也配合合资格人士的监督 令到工艺可以遵守到 当初的合资格工程师设计的条件 所吻合的 当然就是监督的目的就是 令市道不会说是工人 会自己去决定改变设计 当使用的时候来说 我们亦需要按照图纸上的 扶宠的次序 来放置栽宠物的状况 整个状况都需要是一个监督 根据当初工程师设计的顺序 还有就是说是 在一个合资格人士监督会 监察那个临时结构物 有没有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变动 就需要回报给工事先厅 去看看是那个设计 会不会是在现实中的状况 需要一个改动 到拆射的时候来说 亦需要由一个 合资格人士监督整个的拆射程序 拆射程序来说 亦需要制定一个施工的方案 亦需要由图纸去说明 那个程序 施工的工人也要接受 指定程序的训练 另外就是结构物来说 要说是永久的 那个临时结构物 需要在永久结构物 达到自己的强度足 才说是把它拆射 那么 略略简单 和大家说过 安全指引的内容 稍后 现在和大家说一下 一些意外的个案 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个案 在2020年6月 在一个化学废料处理的厂里 有一群工人 在临时结构工程的结构物上 做一个维修的烟通工序 不幸地部分的烟通的结构物 就临时结构工程的结构物 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事故里面 也有十个工人受伤了 第二个个案 在2021年2月 在赤立的一个物流中心 有一群工人在运送一些物料 但他们放在临时结构物上的边缘位置 凌致他们失去平衡 下跌了百米 有两个工人因此而受伤了 而在2022年8月 在将军澳南田隧道的工地 一个临时结构物 就是原本是承托一个桥梁的部件 安装的工作 亦不幸地 亦的临时结构物 就是一个堵塔 令到工人下跌了六米 有三个工人因此而受伤 纵观上次所说的意外 我们的规矩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在设计上 可能未考虑得这么周全 亦说是可能临时结构物 里面的原件上 未能达到标准 规格 亦说是可能在工艺上 有所不差 亦说最重要的就是 应该说有一个考虑点 也就是在于 临时结构物 在扶重方面的次序 亦没有考虑得清楚 令到临时结构物的性重能力 未来得到充分的照顾 为此劳工署 看到临时结构物的意外 都会不时发生 所以我们为此制定了 一个叫做 系统性的安全警告 还有关于临时支架 临时结构物的工程 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所提出的意见 一个重点形式 在我们的劳工署的网页里 vast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勞工署的網頁看看 系統性的安全警示 有關於臨時支架方面 我亦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來說,我們在勞工署的同事 出去看這些臨時結構工程 很多時候都有機會遇到的情況 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裏有兩類型應該要有的部件 就在黃色的虛線斬下斬下 我想大家都清楚明白了 應該有而無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黃色斬線的形式顯示出 失去了應該要有的部件 在Blazing和Lacing 但是在我們的長查之中發覺 有機會是不見了,影響了它的穩定性 亦都說是在那些部件之間的連結那裏 那些應該要有的比較穩當的一個連結 亦都失去了應有的那些連結的部件 所謂的腳掌的部分 亦都會見到一些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不理想 亦都是放向一些支撐的狀況 不清楚 或者是遇到一個變形的狀況 亦都可能是自己本身的龍門架 亦都可能是自己本身的龍門架 簡直是腳掌不存在 在頂部方面來說 亦都不平衡地放置了支撐物 亦都是在額外延伸的部分 除非在工程師上的指示 亦都會存在一個懷疑 這個延伸是否可以呢 亦都是一些門字架 那個狀態 亦都是一個不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讓我們覺得它是一個合適的姿態 東歪西島 就此而言 我們比較綜合性的 一個綜合性的 就是一些安全上的缺失 就在風險評估方面 我們普遍也會見到 很多時候的風險評估 並非針對地去圍著某一個工地 或者某一個工作去制定的風險評估 流於比較廣泛性的 普遍性的 設計方面亦都可能比較沒有周全 亦都沒有說是用圖紙 或者是一個指示的方面 清楚地記錄下來 安裝和拆件的方法 亦都說是沒有一個清晰的記載 材料的選擇亦都是 亦都在最後 就是當臨時結構架結好之後 它可能會遇到 會放一些附載在上面 譬如說是運營圖 運營圖應該是放置的次序 以及位置的聚術 都可能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表達 亦都是在施工的單位 帶判、分判商、工人之間的溝通 亦都有所不理想的狀況出現了 在工人的訓練 工人之師傅可能是很有經驗 工藝的水平亦都很高 但是對於現在應該要面對施工的位置和工序 沒有一個特定的訓練 對於他們來說 沒有一個特定的訓練 令他們對未來即將要做的工作 有所陌生 亦都不理想清楚 知道的次序和情況 所以我們就移民了 是合格的人士 以及是否訓練有數的工人 在這個特定的環境 特定的工作來說 是存在一個移民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就在未來即將施工的工序 給予相關的特定訓練 給予相關的人士 監察和控制亦都一樣 很多時候都是留於文件上 我們希望能夠在監察和控制方面 是需要比較度為一些 工人的手上 可能未必有相關施工資料 亦都很靠工人 可能是師傅自己本身的經驗 去處理環境 這些來說 都是一個不理想的 我們亦都希望有一個合格的人士 就地去監察他們的實際狀況 和當初工程師的設計 是否吻合 如果是有變化的話 亦都要向工程師去背部 亦都當在臨時架構物加設好之後 我們亦都期望希望有一個合格的工程師 作一個覆核 令覆核的狀態可以使用 這樣才會再進一步進行工程 在於主承建商和分成判商方面 責任的分配 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指示 在於風險評估方面 我們發現 可能有的錯誤 在於 沒有被現場前線的工人 是參與 是給予意見 是制定過風險的評估 主承建商和分包商 分判商來說的協調 亦都不足 亦都說 可能輕視了 施工的狀況 存在的危害 另外 亦都是 風險評估來說 的檢討可能 就缺乏 只做了一次 再檢討來說 會比較缺乏 為此 有些看法 就是 可能 有些做法 做了 可以在意外 防止方面 做得比較 足 第一 就是進行 比較針對性的 風險評估 另外 就是 就著風險評估出來的 結果 制定一個 工作的 安全措施 而 亦都需要找 足夠經驗和能力的 專業工程師 按照標準 設計整個臨時結構工程 亦都確保現場施工的人員 有足夠的知識、技能 以及對未來展開的工作 要有了認識 在未有得到任何工程師的核准 之前 不能作出任何改動 另外 在臨時結構物使用之前 由一個合資格的工程師 再一個覆核的情況 才可以使用 主承建商和分配商之間的責任 希望亦都清楚 譬如說 訓練 或是覆核方面的責任 由誰去負責 由誰去推行 當發現 臨時結構物有一個 不正常的移動時 就應該要立即 終止所有的工作 搞清楚問題 才能再進行工程下去 我們亦有一個部分 就是對於 臨時結構物的 從業員 或者有關的安全從業員的 一些期盼 就是 無論在勞工處方面 以及涉及臨時結構物的工程 從業員 我們亦有一個共同的願望 就是能夠 做好我們的功夫 確保施工的人員 安全和健康 亦都希望 令到我們的方法 令到安全措施到位 令到工人 在工作時面對的風險 是減到最低 以及得到妥善的管理 作為安全的從業員來說 就是 需要向你們的主管人員 提出必要的意見 就是在時間 成本 方面的方面去考慮 當然 還要帶出安全首先的概念 亦都要說 因為不怕說 老闆的考慮 可能真的會有各方面的考慮 我們作為安全從業員 亦都要堅守我們的立場 提出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所減少 安全方面的考慮 我可能面對的風險是如何的 有所警惕 從而會影響到他們的決定 也是安全第一 所以 無論是工程方面的從業員 或是安全方面的從業員 希望能夠達到 做到 或是 憑我們的能力 去推薦 說 這個 臨時架構物 在一個 安全措施 充足的情況下 才去施工 令到我們能夠做到 有正確的 緣景 正確的價值觀 正確的態度 去防止意外發生 工作的 同事的生命 得到保護 這裏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多謝各位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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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